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·阿都哈密为了重振纪律禁止警员到夜店场所 但昨天晚上有9名警员不顾禁令到吉隆坡夜店玩乐而被逮个正着 那另外有3名男子假冒警察向公众索取5000令吉最终东窗事发 全国联政级标准执行部吉隆坡刑事罪案调查部和望沙马珠速读组 昨晚从10点半开始展开联合行动 最终在副都两家夜店发现9名违法的同僚 全国联政级标准执行部总监拿督站里透露 这9名警员年龄介于23到53岁 虽然尿液检验呈阴性 但因为违反警员不可留连夜店的指示 因此将受到对付 另外巴生家普三名男子假冒五级阿曼警员 向家普一代公众筹款 宣称是用来出版警员宿舍居民协会的杂志 巴生北区警区主任努鲁胡达指出 嫌犯先是要求5000令吉捐款 在讨价还价后降到4000令吉 并同意受害者第二天付款 幸好受害者觉得事有蹊跷 立即报案 而就在星期四下午3点 34到48岁之间的嫌犯到场领款时 人赃并获 警方期货三张警员宿舍居民协会准证 两份文件一张名片和一本书 并会调查嫌犯身份 以及是否真的和警员宿舍居民协会有关联 哈喊犯身份